英国媒体报道,日前,在泰国中部的昆西玉府,一段视频显示,一只母猴被摩托车撞死,小猴子紧紧抱着母亲的尸体,久久不愿意离去。 这一场景并非是催人泪下的电影镜头,而是真实发生在泰国的故事。 母猴被撞死后倒在地上,小猴子紧紧抱着妈妈的尸体,伤心而无助。 拍摄人员靠近时,小猴子叫得更加大声急迫,跑上来环顾四周似乎想寻求帮助。 一般来说,母猴会将幼子带在身边直至四岁,研究发现幼猴或者母猴都突然离开,会令对方早早不安。